今天我们驱车几百公里来到了安徽淮南 寻找一些美食的生汤 生烟汤 这个老爷子做的嘛 你得包去 羊肉汤牛肉汤 什么都有是吧 别人说是生汤啊 生烟汤叫喝长醋啊 喝长醋 我叫梦都喝笨了 喝生烟汤呢 就在前面是吧 像一天正习 到那十四天一问 有原话 我问一个地方有一个 越文华汤 做那个什么牛肉汤的 这个只起来 往那边走是吧 对对 只走 只走 对那就看着了 说是神仙汤 是不是它是神汤啊 都是不爱喜欢吃 都挺喜欢吃的那个 你吃过没有 还没吃 哪天年都弄那个 买这个牛肉啊什么给家吃 给家吃 在这里边神仙汤 这还有多远呢 你后面一条街的 还有一条街是吧 谢谢 谢谢 你好大哥 这边有个门牛汤哪家呀 那里边 它有那个眼睛 就到这里就开了 门口 不是神仙汤那个 神仙汤是吧 对对对 你喝过没有 我喝过了 这是神汤吗 神的 今天没有 今天没有 好不容易找到了 今天不开门 只有明天再来了 我来说人家床的人做神了 就神汤 时间干长了 经验不就是大事消耗吗 连个招牌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你这还十里八里的他都认在我 到我日来吃牛肉汤 没有糊 给他自己动手 红一炷吃 刚才那谁给他拿个给他 他一天都卖两头牛一头牛 我讲我一天卖五周牛的 你不咋我讲 他不光脆 他卖牛万一的 那这胡鸟吃而已 这一头牛 熟肉可乎二百多斤 二百多斤一碗只能量几千肉 一斤熟肉可量十几碗 十三碗 十四碗 这算你收大碗的 汉口应该你都能量十五碗 十六碗 几千碗它根本少出来 这里有什么奥米的 有什么米黄的 结果没啥 就是生粮大料从大味精鸡精子 六三的 我讲糊 我讲糊一碗多了 我这主要是卖汤啊 它漏烂了它这汤就好好喝 还可以加汤是吧 加汤随便就 我可喝 不加钱吧 不加钱 不要说了 这每天这个锅的汤是不是还要 卖完就煮新汤了 卖完了就要煮新汤 这也实惠 别人一抓百年老汤 我家用了这一百多年了 我就不相信 你看人家说的都死的 你百年跟着躺死 你妈跟着神去的 妈吃了 他们的小时候就吃了 他一直在 他们这怕的不就做了 小时候就在这里吃啊 不然我们吃米黄大餐 老板就这样 到底还这样 还这样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谢谢大家